每年的4月是这边的熊葱季 它的气味跟我们的韭菜非常的像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去采一点回家煲饺子 我们先到这个湖边来采一种小野葱 就这个湖边很多这样的小野葱 这也是野葱吧 像教头一样的野葱 这个 这跟之前那个又不同 这个更香一些 来挖一点 下面的把它挖出来 下面的像教头的那个就像 就是这个 我们回去再清理吧 多来一点我们做饺子 担心 哎呀你用个东西来挖吧 没有 剪刀用剪刀 剪刀给我 哇 你这样拔不好 这里 小心点啊 试着一点 我看一下 它其实还没长大 它还是这么小的 它这个就跟我们老家的那种野葱更像了 它中间的那个叶子不是空心的 它是死心的 这个真的可香可香的 但是就是清理前很麻烦 这个好 好 再来一点 好 这里 这里 还有把断 还有 哎哟 哎哟 现在今天吃的 过几天再去挖一些回去种 这是一种臭花 我没闻到 我闻到了 哦 哦 不是吧 就是这个花是臭的呀 我的花是臭 这是不是有毒的呀 有 天啊 那我要离它远一点 这个花应该是一个外来的入侵物种 在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过 就这片森林长得又多又臭 这一片都是野韭菜 但是还没长得很大 我觉得还挺小的 我们家的都长得很大了呀 这边这些还是刚刚在长的 都还挺小 看这边 这样一根根的摘要摘好久了 我剪到来 剪吧 哦 放掉 这样摘起来效率好低呀 这个就是要跟另外一种植物 琳南的叶子区别一下 这个就是闻起来 它有一股蒜味和韭菜味 琳南的叶子是没有气味的 这是可以吃 然后琳南的叶子是剧毒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其实它现在这么小的时候 是最好吃的 但是就是不好摘 它太小了 你看这边密密麻麻的 到那山上 山顶上的全都是 都得很咯 全都是 根本都吃不完的 而且它这个繁殖能力特别的强 一年比一年多 还有麻 哎呀 别给我看那些 这片好好 长在这个大树下面 漂亮哦 很漂亮吧 颜色看得太舒服 这个是蒲公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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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导致来农店蒲公银 长长 啊 我的树叶 这是什么花呀 这花像假的一样 它没有长叶子 就只是花 这是什么花呀 今天我们就采这些吃一顿够了 因为它这个过夜的话 气味都不是很浓了 要下次要吃的话再采 这条小路上全都是小野花 野韭菜我们是吃多少采多少 因为我试验过 这个饺子如果冻到冰箱的话 它过几天就没有韭菜味了 就当是采的味道最浓 就是很臭的这种花 我觉得我像走在一个魔幻世界一样 全是食人花 因为这个韭菜真的是吃新鲜的最好吃 所以回家要赶紧把它处理一下 这就是吃那些很麻烦 这个圆圆的这部分是最香的 我坐在这里 你看我太在这个面 想不过 我需要在并且转着 我给你拿一层 你们吃的 我用它的手 虽然 炫到 你可以用 之前用机器做的饺子皮不太好包 所以我今天试一下手擀皮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南方包饺子 一般都是去买饺子皮 很少自己擀面 所以我也不是很会包饺子 这边亚超也有卖那种冷冻的饺子皮 就是一煮就会破 非常的难吃 然后自己擀的虽然不太好看吧 但是劲道很多 好好闻哦我想吃 我老公包的饺子都是一煮就会破的那种 然后我就没让他再包过 现在我一个人先包一些 后来妹妹来了 他就帮我包 然后我擀皮 这样就快了很多 为妹妹包饺子就学过一次吧 现在已经会包了 我觉得他学的还挺快的 谢谢 我觉得我们今天最新鸥已 ence 超臣 所以重 これは2个身体 LEGO 很酸 我们进餐头看看 所以我怕你不太吃 胶贴才能有这个 这是有非常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菜 今天这个饺子是这样的 看看今天这饺子好保持哦 野酒菜饺子 快吃 每年四月份的野酒菜鸡 我们都会去包几次野酒菜饺子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我妹妹她是那种小猫味 吃东西都会吃得很少 但是每次我们吃饺子的话 它的食量就会变得很大 这个辣椒也是我今天刚做的 非常的辣 要吃饭 嗯 好吃 你来吃 我来吃饺子 很好 我来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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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你觉得妹妹一个要吃几口才能吃完 她现在是第三口 好 第三口 我们吃下去 我来吃 我来吃 两口 我来吃 第三口 那好吃 第四口 然后最后一个 Sister 爸比 五口吃完 一个饺子 你几口能吃完啊 我属下你 你吃一个饺子要吃几口 但是太汤了 等一下我安录你 属下 几口能吃完一个饺子 这么大啊 大口大口吃 一口 挑战一下呀 两口 吃啊 一口 天哪 那么厉害 别吐出来 看看你脸上的汗